各位小朋友,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成语故事是 叫兵必败 汉朝的时候,汉朝的军队经常会在周边地区 与匈奴国的军队发生战争 有一次,汉军占领居士国 于是,匈奴就派骑兵去袭击居士国 汉宣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很快召集了一群群神来商量对策 这个时候,在大臣当中就提出了两个意见 将军赵冲国主张攻打匈奴国 令匈奴不敢再骚扰居士国 而宰相,魏上就对汉宣帝说了 最近几年,匈奴都没有来侵袭我们的边境 现在如果为了居士去攻打他的话 在道理上好像说不通 而且边境上的百姓生活这么困难 没有衣服穿又没有食物 怎能轻易轻兵打仗呢? 再说,国内亦都年年遭受灾害 百姓吃不饱,酌不暖 加上很多官吏都不称职 风俗,道德方面都出现问题 我认为眼前最重要的是整顿朝纲 任用而能 接着,魏上又说了 如果我们持着国家强大,人民众多 而出兵去打其他人的话 去炎耀武力 就算打圣仗也会后患无抗 因为这样的军队是一支嬌黄的军队 而嬌黄的军队一定会灭亡 我们汉朝的军队应该是一支文明而威武的军队 而不是嬌黄的军队 汉村帝认为魏上讲的非常有道理 还采纳了他的意见 他决定不大规模地攻打匈奴 只是调动一部分的军队开到居师附近 这个就是嬌兵必败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认为自己强大而轻敌的军队 一定会打败仗 小朋友 做事记得不要娇慕自大 随意轻敌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